这是一个常用命令 然后stop呢 这里也说了 如果想要看详细的输出 加上-L参数就可以了 -L 这个信息稍微详细一点 然后关闭呢 stop 从这个upside 它这个它顺序就stop在前面 应该这也符合我们这个语法习惯吧 就说命令关闭 关闭这个定时任务 开启定时任务 重新定时任务 像我们以前是什么 定时任务启动 也是也可以说过去 定时任务关闭 一样 只是一个意思一样 stop一下 但是这有缺点 这个system有缺点 不管是启动也好 关闭也好 没有提示 所以说只能是每次想要确认的话 你得study看一下 看到没有 现在就是关闭了 带来的看到没有 然后没有绿色就是可以了 有的时候还会红色 不过暴露会有红色的 拿start的话 哎呀又绿了 这就是两个这三个我们场上的命令 都明白了吧 然后reload 大家也有支持的 reload 还有什么 crown crown restart 反正对你们自己看中文解释 然后看这个后面的checkconfig命令代替的方法 以前我们是用checkconfig-list 查看这个启动向对吧 对 我们这里呢就是用这个listunitfile 这个我就我觉得为什么改成这么麻烦呢 太长了 幸好我们有这个type线补权 listunitfile 美补权真记不住 有这么多 然后比如说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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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但是这主要是我们主要关心什么呀 我们主要关心这个enable还有disable的 这static是系统自带服务 这个是我们管理的 我们只需要看这个enable绿色的 是开机自启动的 红色的是开机不启动的 比如说我们的sh服务 是不是开机自启动的 svnserver 什么我去这个都直接装了svnserver 然后disable是自动关闭的 看没有 哦对 是svnserver自动有的 svnserver也是有svnserver的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 这是谈判所有服务的启动级别 然后想让一个服务开机自启怎么做呢 以前用on现在用enable enable嘛就enable嘛 比如说enable 比如说svnserver 看没有 他干嘛 也创建一个链接对吧 也创建一个软链接的 他是在这个其实看没有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 这个目录就是 相当于我们以前的那个 etc rc3.d那个目录 来开这个目录 看没有 叫多用户的wons 就是想要的嘛 看没有 所有开机自行动都在这里面 如果删掉一个呢 删掉一个呢 rm-f 它每个都是软链接 其实每个都是软链接 删掉没事 然后再看一下 查看每某一个是用什么 你看一下啊 easy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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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으�れasy enable easy enable edese any easy edit easy enable 你看干嘛 它其实也就删除嘛 ha 他是啊 so 其实很多命令其实挺有趣的 看起来的 252525演示的 哪里一直釣弃也演示kas 对吧 然后这是把一个新的你写的一个服务脚本添加进去 像我们以前的车可能Vicor可以自己写一个那些脚本 然后我们这个如果你新写的话 你得用这些 比如说叫做Diamond Road 他会把你这个目录下的内容全部给你加载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哪呢 正好在这儿是吧 那我cp一个sbn server 然后叫做gitch server service 我看一下这样可弄一下 然后叫做然后再重再重载一下 叫做System CTR Diamond Reload 好像没什么效果呀 应该没什么效果 然后 是不是有直接tap就补权了 看到没有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改个gitch 1 是不是没有这东西啊 但是我再给你们弄一次 像刚才没时间好 那再来一下gitch 1 gitch 那再带弄一下 是不是有了 这就是你在这个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你可以把它加载进去 然后就可以管理了 跟他爱的是类似的 然后你这个 然后你这个记不住的你们就自己查表吧 反正我给你一对应了 就查表就可以了 有问题吗 这个是我给你们做的一个参考建议 并不代表你们生长环境就这么做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对这个系统这个已经就是enable的服务 是否要关闭 哪些不能关闭 我给你做一个说明 仅供参考 那么多吗 然后我只过滤 enable的 是不是这么多呀 这里有的比较少 有的有有的没有 那看我的 我的有的是稍微多一点 因为我当时好像是装了一个图形界面 那么这么多吧 说看一下看什么 比如说ABRT什么呀 ABRT啊 它是跟一些调试相关 我这里写了 跟调试相关的 这些都是调试相关的 所以这些服务器全部可以关闭掉 那ATD呢 这学过吧 虽然这个ATD没怎么正经学过 但也提设计过 就是我们学定时任务的时候就讲过这个ATD命令 它就是叫做一次性定时任务 就是说只能执行一次 这个是用于一些经常关机的系统 就是说你可以在下次开机的时候再次执行 这是关闭的 然后下面什么 什么AUDI什么东西 它是跟S6相关可以关闭掉 然后这里叫做Clone的点Service 这个是三刀7 三刀7里面的时间同步服务 而我们呢 看一下我们的 有没有 好像没有 像我们现在就没装 但是有时候你想要定时任务的话 我抓一下CHRO 没这服务是吧 那就 没装 那NTP有吗 没有 NTP也没有 那NTP定的命令就没有了 没有 好那我没有发现需要装的命令了 就是说你要想时间同步的话 你必须有个NTP的命令吗 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NTP装上吗 所以说这个 到底你这个 那你这系统缺少什么包 在跟真的给你怎么装的方式有关 你在你稍微跟别人装的姿势不太一样 那包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缺什么包装什么包就是了 反正装包也很简单 跟装币一样简单啊 然后定时任务是必须要开启的对吧 然后Debus这些服务都是系统服务全软不要关 因为这个Debus呢它是系统的时候 它交流信息全部要依赖于它 你把它关了 你这系统也基本快报废了 然后什么TTY也保留 然后什么R 怎么什么R balance是这个系统调度的CPU调度 就是你如果是多核CPU的话 你需要这个服务 然后给Dump service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开机的时候 在装系统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关闭掉了 所以说你们现在都没了 这个也是不需要的 那什么Lib storage是存储相关的 然后LVM2呢 就是跟LVM相关的 就是说你划分的是LVM磁盘的话 你就需要这服务了 但是你如果不需要LVM服务的话 你可以关闭一下它 那其他什么RAID 什么什么CPU网络 这些我没打开的都是保留 建议保留 然后下面的LVM2也是LVM的 拿着PoseFix它末年是开启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还没了开启这个服务 就说这个是邮件服务的 就发邮件的吗 我们一般系统很少发邮件 所以说一般都是把它关闭掉的 这图你们都截了是吧 顺便可以发一下你们 它有什么程序 开机自己的它全部都是并行的 有什么程序 你是说到底需要关闭哪些东西 你你说那个RPC 大家说要告诉这个MFS断口是多少是吧 它可以等一下或不一定马上就要需要知道 它们两个没什么区别的 你可以试试 嗯 嗯 嗯 杨明试过没有 就是说你看一下这个 来试一下 看一下你验证一下你的想法 MFS断口是这样写吗 对 然后RPCBund 在上面写 OK 怎么启动它呢 等下开始有没有脚本 如果是有脚本的话 那它们肯定要变形 要串型的 我看一下是不是有脚本的 没有脚本 那怎么启动它们呢 System CTRL RPC 那它们怎么解冻 我少写的东西 STAR RPC 这是没有啊 没有这个RPC 是吧 NTFS N NFS 总是记得NTFS 也没有是吧 有 有 有 是 是有点卡怎么 Roni 来看下端口 看吧这边的不想起了 已经把你一杀了 不想起了爸这边你这把MS启动就可以了 什么 重启就不理下就可以了吗 就是说你这服务RV3RV4办的不需要考虑了 他帮你考虑好了就够了 那以后不用装 不是你装这个都装了 又是Libersystem的 然后我们别看一下文件怎么写的 简单看一下MS server 我说少进那一层 那个文件是叫System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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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在里面 VM1 FM4 点Service 还没有 忘了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一个RPC 他已经这里说明了 然后看看下面有没有其他地方 看一下有没有RPC 你看干嘛 首先先把这RPC给我签起 有个命令叫RPC.FSD 反正肯定跟这个RPC有关的 所以说在三楼器里面 他直接是不需要启动RPC办的 你只需要启动FS 这也是显示这三楼器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只需要启动在关键服务 你需要其他服务 我来帮你启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文件 就稍微有点难度了 就是说你既然想写这种服务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到 所有需要的环境依赖 所以说还是得写出来 你如果这里不写的话 那谁知道你想要啥 所以说这个Request 他要求你必须有网络 你没有网络 我怎么给你启动 这里有看到 RPC在这呢 这个RPC 这个Request是必须要有的 那网织是可选的 好 这是FS 看一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有吗 然后看一下我的PPT 好 到这里 我们这个System 就讲到这 就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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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